好,这个花莲车站前面的回篮窝青年旅社 自主防疫停业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顾及员工的生计 决定是运用在地的小农食材 制作特色的水饺 让员工学习旅馆的服务以外的一技之长 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携手度过疫情难关 既然不能睡觉,那就来卖水饺 为在花莲火车站前的回篮窝青年旅社 受疫情影响,从5月中旬开始自主停业 没有游客也没有了收入 近20名员工生计受到冲击 有单亲家庭,有原住民也有乔生 老板业绩委薪资照发 在情依专业老师后 决定推出使用在地小农食材的回篮窝睡角角 开启新的转机增加收入 我原本是在回篮窝是做房务部 然后现在因为公司疫情的关系 所以自主停业之后 我们就开始转型做水饺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很踏实 然后又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让我就是 小朋友如果生出来之后 也许我可以跟他一起包水饺这样子 老板业绩委带着手商表示 旅游市场无法马上回春 不如转工可随时开始 随时喊停的工作 对我们领管来说 每一个月的开销可能都在七八十万以上 基本开销 因为还有薪水注尽这些东西 那在零收入的状况之下 其实对我们来说 现金流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本来预计的 可能到八月底 我们就有可能会撑不下去 那伙伴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们就讨论说 那我们能不能够 除了卖住宿以外 我们能不能够还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并且能够对自己的公司有一些生产力 所以大家讨论的结果就发现说 我们有一个发想 既然不能来花莲睡觉觉 那我们就来卖花莲的水角焦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很多愿意支持花莲观光的朋友们 他们可以有一个界面 有一个管道可以支持我们 能够存活下去 那我们大概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把大家从完全不会训练出 说可以非常快速的包出 整齐统一的水角的同时 我们把整个生产线也都建立起来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危机 当作是大家在植埃上面规划的转机 那我们回过头另外一个想法是 第一个可以当作我们的伙伴 多训练一个第二技能 一技之长 那也可以 也许可以因为这样子发展出一个 我们旅馆下一个阶段 可以做的周边商品 那另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发想 是因为我们一直讨论到说 现在有很多的机关学校 因为都没有营养午餐 所以很多小农的这些农作物 都有滞销的情况 那我们也想说 那我们就都用花莲最在地的 新鲜的五毒农业栽培出来的 这些食材 去制作水饺馅料 那当我们量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花莲本地的一些 小农的这些农作物的推广 应该还是有它一定的成效 目前推出的口味 有吉安新鲜韭菜 加花莲温体猪肉的吉安九九 严选黄豆芽 猪肉 传统豆腐 淡似的私房料理 握的眷恋 还有用花莲剥皮辣椒 新鲜食蔬和猪肉的挑豆辣妹 每包五十路 更多讯息可搜寻点书粉丝页 或蓝窝国际青年旅社了解更多 记者讲帮演 花莲师报导 这 milliseconds 我见到 好 谢谢 帮忙 对 小 伺 键